嗨 大家好 我是李貝 我们学习这本课本 就是汇通汉语 留读写 这样子的视频我们到哪儿 我们学到第十页 OK 我希望休息一下东西 就上头在这儿 感受咖啡否则就是太累了 还有 我喜欢白弄 东西 我白弄一只笔 看图 用功能 像 功能像二 进行描述功能像二 哦 东 OK 这个吧 OK 长城 OK 长城 OK 东是 山海关 我 我去了他的东边 他的东端就是在青黄岛 山海关 这是他的名字 就是在沙滩 有沙滩上 有城堂 对吗 有长城 有长城 很奇怪 西边 这个地方 笔 峡 关 OK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说 长城 东 起 山 峡 关 西 加峡 就是这个对吗 没有别的 东起 你 你 你 所以我可以说 长城 东起 东起 这个地方 西治 这个地方 长江 啊 越西起 是西起 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 东治 上海 yes because it originates in the west in 青海 and 西藏对吗 and continues all the way to 上海 太古 I don't know where 太古 is it's in China it's a very big lake apparently 太古 东起 苏州 西治 日 异性 南 南什么 南道 南字 北道 南字 湖州 湖州 我不知道这个 北 北道 对吗 南字 湖州 北道 湖西 OK 湖西 湖西没有 西 那个元素呢 Which which means OK let's ask GPT I'm a little bit curious 如何起名 如何起名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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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西 西 这个地名的起源 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所以我们不太知道 不知道确切的答案 其中一种解释 是与西无关的 其中一种 ok 据说 武西古称 西会 西会 因 其地势平坦 水路纵横 又处于太湖之冰 海滨的冰 对吗 它用湖滨 对吗 It's like lake lake shore 太湖 is the big lake in the photo 所以得名 并非 因为那里 没有西的金属 这个金属 这只是一种解释 也有其他的说法 ok so we don't really know why it's called no tin no tin lake of tin if one out of tin 内蒙古高远 我去过 你看到我的视频 我和我到户河合图 见朋友 我在那里的时候 朋友开车送我到高原 就是这个吧 但是很浪 小心点 高原 ok 东齐 ok 东齐 大兴 安宁 西 治 甘苏 甘苏 新疆 边疆 南 南 自 长城 北 到 中国国界线 ok 这是这个说法 但是 我会这样说呢 我认为我不会这样说 但是如果我在阅读的时候 或者听录音的时候 遇到这类的 说法 也许我可以理解 用功 你们国家的地理 气候状况 气候状况 so you meant to use this structure to describe the atmosphere 气候状况 I can describe 地理 I did it before 其实 我说 澳大利亚沙漠 我就是说 东齐 东齐 新威尔市 州的西部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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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州的东部 北自 北自 北澳大利亚州 也就是 差不多是 都是沙漠 北澳大利亚州的北部 南 南到 南澳大利亚州的北部 对吗 或者我可以说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东 太平洋 东齐太平洋 西 西 印度洋 印度洋 对吗 印度洋 这是印度洋 对吗 北 北 北自 我不知道 这个 就是 澳大利亚 北部的 那个 海 叫什么 不知道 然后南部 应该是南极 南极海 对吗 like the antarctic ocean yeah 好像这些名字 我应该知道 澳大利亚周围的海域 东南 东南 西北 叫什么 叫什么 澳大利亚周围的海域 有不同的名称 具体而言 澳大利亚的东部是太平洋 这个知道 南部是南极洲 附近的南部洋 Oh this is the Antarctic ocean 南部洋 南极洲 附近的南部洋 南极 南极洲有南部吗 What's the south part of Antarctica That's really confusing 南极的中间 就是南极的最南的地方 对吗 西部是印度洋 对 这个说的对 而北部则通向亚洲的海域 This is Asian ocean Asian seas 它没有说具体的名字 通常被称为 瓜哇海 爪哇 爪哇海 The Java Sea I haven't heard of that before 这些海域在地理上 相互连接 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多样的海洋环境 Yeah Maybe I should have just stopped it East is the Pacific And West is the Indian Ocean 你了解的一条河的状况 OK 我想想 澳大利亚有一个有名的一条河 就叫Murray River 从 从 嗯 OK 我想想 东起 新 威尔士州和 威多利亚州的 我不知道 平原 平原 然后说 西 治 澳大利亚的城市 这个城市 I think 对吧 这条河特别特别 长 没有河 我认为没有河 那个长江那么长 但是 在澳大利亚的标准 是很长的 世界 一个大洲的面积 人口状况 OK OK I'm going to pick a continent 我选择 南极洲 南极洲 面积 特别特别 宽 从地图上 或者 地图以上 对 对吗 地图以上 地图以上 也许 很难以 欣赏 它的 面积 它的面积 很可观 应该是澳大利亚的 一倍 对吗 人口 人口极小 也许 也不算是一个 独立国家 一部分属于一个国家 另外一部分属于另外一个国家 大部分南极洲属于澳大利亚 如果我记得对 我没去过 我之前的一个朋友 他去过南极洲 因为他研究气候 那时候他是研究生 所以他到了一趟南极 我很有意思 我的一个朋友 去了南极 OK OK 功能相三 OK 建语 建语 This is given that I don't think that requires too much studying 他们给你这种公式 我不知道 就是有利有弊 对吗 这是一个可能性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对吗 也许中国人说话的时候 不会用和课本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个语法结构 所以 所以A 那个括号 那个括号告诉你 A有什么特征 对吗 A是依据的事实 有进语词 做法 OK B是做法 所以A 有进语词B 这是他们的结果 然后那个括号里面的 那个 那个方形 括号 就是到大括号的 I forget the name of this notation No No 或者是中括号 中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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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括号 中括号 和大括号 OK 那个中括号 告诉我们A是什么 A有什么特征 也这里一样 但是建议放在前面 我认为这个不难 建议就是 given that 对吗 建议 既是借词 又是连词 借词连词 借词 联词 联词 preposition remind me oh it's functioning as like it's a kind of a pointer to other parts in the speech so here it's functioning as a preposition right 这里是借词 这里是连词 连词 是吗 做借词词 这个事情都不分是名词 和名词词词词 例如这个建语 建语 我说做连词词 OK so this is important let's pay a bit more attention 例如 一 so in this example right 例如一 建语 作连词 这是我说的 对吗 这个是连词 这里是借词 对吗 对吗 做连词词 A 是借词 部分的句子 其实这个 你看 A 那个中括号里面 的内容 这个中括号里面的内容 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 也就是不应该用这个公式的原因 是借词 What This explanation is so complicated OK 部分用在表示英国关系的天句中 前边一般不放竹语 Yeah OK This is important 竹语放在哪 他说 建语 OK 所以建语前面没有竹语 建语前面没有竹语 对吗 这个一样 对吗 OK 他们这里 想要说 这里面 那个建语前面没有竹语 这个呢 英国关系 也英国关系 就是这个吧 英国关系 很多英国关系 Given that Given that A 然后竹语 应该放在 B B前面 或者在B中间 然后有这个 多句 可作为依据 经验 教训的 OK So It's the same right 英国关系 This is You have evidence experience or Lessons I think These are kind of the same OK 这个不重要 算是借词 还是廉词 不会影响 我的分数 不会影响 我的流利 也许 如果有一天 我想成为一个 语言学家 我可以理解 这一切 术语 和他们的 细节 但是 为了准备考试 这个不重要 建议学生 对文化体验 活动 对文化 体验活动的喜爱 也 对文化 sometimes it can be hard to know when the 对 finishes 对文化 体验活动 的喜爱 Yeah So here it finishes here But you don't know that until you read up up to here 文化 对文化 体验活动 的 对文化 学校决定 曾设 增设 增设 多门文化 体验课 OK 鉴语 选学 OK So this is different This is not entirely what I was thinking 那个 鉴语 不只是 given that 而已 这是 因为 是英国 关系 No 不是英国 是 目的 就是 目的 Yeah 后面 他们家乡 这个 名词 持组 对吗 所以 所以 建于 喜爱 Yeah OK Maybe this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I've been thinking 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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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身体 还需要 恢复 一段时间 所以 这是 动词 中语 这是英国 关系 我们 只好 请别人 先替代 她 代替 她的 工作 代替 她的 工作 OK This is a little confusing But the sentence is easy enough to understand 代替 代替 她的 工作 代替 你可以代替 人 对吗 我代替 她 对吗 你代替 她的 工作 你代替 她 做 工作 对吗 你认为呢 其实 在这个课本里 我认为 那个 错误不多 所以我看这个 我怀疑 四级 其他的课本 错误很多 所以我 我遇到 不明白的地方 我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 写错 My textbook says 代替 她的 工作 Do you think this is a typo for 代替 她 工作 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呃 Here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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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I'll just write the whole thing 我们只好 我们只好 请别人 先 我们只好 请别人 先代替他的工作 Think a person can 代替 我们的工作 to replace 代替他们 to tempt 这些东西是学习的 这些东西是学习的问题 这些东西是学习的问题 是充满的问题 所以我会遇到一个东西 然后我认为 这些东西是错的东西 所以我会不会花时间 在学习的东西 这些东西 我认为是比较少 可能会成为失败 so if i don't if i think something is wrong it's very likely i misunderstand something is there an omitted reposition i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meaning is not a problem but i'm a bit confused about why they put it there hmm how can a person yeah okay should it not be 代替他做工作 我 代替他工作 OK Let's have a Google 代替他的工作 员工来代替他的工作 maybe it's one of these things that technically is wrong if you're an uptight linguist but everyone says it like that 代替他工作 我想问一下 你用过这个网站 叫Chinese Stack Exchange 这里就是Q&A website 我经常在这里问问题 我想问他们 也许在这个方面 Chinese gpt可能不太均确 代替 代替他的工作 I should take a photo and upload it Can I get the Yeren先 maybe I can just copy and paste the sentence 我认为拍完视频 我认为拍完视频我可以问 OK 我可以在这里问 鉴于 那个 这个鉴于 鉴于 他的身体 还需要 健康 尼 危付 时间 grand 微付一段 危付一段 时间 maybe i'll upload it further later then of this we don't take it i would expect i would expect someone to replace someone else and not replace their work 代替他工作 代替他做工作 我办理工作 代替他工作 i would i meet the big textbook i would expect a person to replace a person and not replace their work i asked chat gpt and it felt the textbook was uh was okay uh but i'm not sure i'm not sure if i'm uh simply being uh i googled examples of this as well i googled i googled let's see i googled this phrase maybe i'll just do i googl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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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ound examples online and i asked chat gpt i also asked gpt and it felt the textbook quick that's a separate word okay appear in sorry paren that's a separate word that's a great thing 因别人现代替他的工作 should we delete the 的 my textbook这个 is about the last part 代替他的工作 expect a person I would expect a person maybe I would I would expect SB to replace SB to replace SB and not replace their work sth in other words to this end to this end I would admit to the end right 代替他工作 代替他做工作 so I'm replacing him not replacing his work I've found examples on I've found examples I've found the textbook now it was okay but it was acceptable but it also I'm not sure ok ok grammar grammar 语法 grammar word 要 particle particle me OK可以 提交了 这是我提交问题的 在这个网站 一般的他会 用一个小时 左右回答 别人先代替 他的工作 should be deleted 我没有超错了吗 鉴于他的身体 还需要 恢复一段时间 我们只好请别人先 请别人先代替他的工作 也没错 I need to replace a person's I need not replace they work something I would admit the door 代替他 maybe I will change right 一级 代替他工作 代替他做工作 这是我的网 有一点 有点骂 我经常用这个网站 如果你想要 可靠的回复 这个网站挺不错 但是你需要仔细地问问题 I would admit and write for example 也许他们的学习 他们的 或者这个网站的学生 他们的学习标准 课报的有点一样 就是比较高 比普通人高一些 对吗 或者也有很多 那个母语者 中文母语者 有时候中文母语者 母语者不太熟悉 我们在课文里 学的那个语法点等等 他们的解释 但是也许 我 我拍完视频之前 我们可以看 有没有回复 怎么样 OK 我再做什么 OK 这个 XDBT也有时候不太可靠 但是 我是要承认 也许XDBT 读过所有的书 差不多 时间上所有的书 再也许 他的 他的视野 原言大于人的视野 要承认 所以有的时候 他比较准确 有的时候不太准确 也有时候他就是说错 所以你不能完全 信念他 对吗 完全相信他 但是就是 所有的人 所有的来源 就是那样吧 人能翻错 就是 不言而喻的 对吗 人可能会翻错 无论是哪个人 就会翻错 就是人的特征 记忆 对吗 无论是 那个经验丰富的 中文母语者的老师 还可以翻错 说错 所以 但是我认为 这本课本是比较可靠的 我有点 我认为 如果他们这样写 应该是 算是准确 在某个领域中 如果他这样写 可能有原因 他想教我们 什么 语法 很多大城市道路 交通 独色 较为严重 有禁于此 yeah considering this 有禁于此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they put 有 有禁于此 有禁于此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grammar here I mean I know what it means of course I know what it means like it's just given this or considering this I don't know why they put 有禁于此 没禁于此 when you say 没禁于此 I don't think so 有些城市实行的 车辆 线号 oh 线号 yeah we saw this already in the text so because of oh no they changed it in the text it was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here it's traffic concerns or is it not like that at all or not not environmental concerns where did we see this sentence you're deemed we saw it somewhere no it wasn't in there maybe it was in here somewhere because of traffic congestion no traffic congestion in big cities is a it's a serious problem 有禁于此 considering this some cities implement a 车牌 线号 like a 车辆线号 like restrictions 线号 so this so this is the 车牌上的 五围号 对吗 in order to reduce traffic on certain days and get more people to share rides alright 我们回去 建议 这个是 名词 转语 那个是 她的身体 还需要 恢复 一段时间 ok this is 需要 是动词 所以这是 动词 转语 这个是 事实 你就是 说明 事实 这个是 considering this 这个 这个也许 有点像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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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is is what caused us to do this 这个 学生对 文化体验 活动的喜爱 这个 let's chat with ChatGPT about that one my textbook discusses using 见语 见语 plus 名词 字组 can you give me examples of this please 进于 他的 他的 心情 工作 oh ok um ok this is kind of functioning as a noun as a noun phrase yeah given his studios industrious work yeah this work is functioning as a verb here right but industrious work um like yeah how do I explain it industrious work 进于 市场 需要的 增奖 增奖 yeah given the uh the demand the city's demand the increase in the city's demands it's backwards oh I didn't know I could do that oh ok 这个比较好 嗯 进于你的 优异表现 given your uh spectacular performance 进于天气原因 也就是 因为天气原因 比赛 被 延期 举行 ok so you can put noun phrases let's get back to the textbook though 进于学生 对文化 提案活动 的喜爱 ok so this is oh ok so it's not describing the purpose it's describing this they're giving this as a fact um students have a love for cultural experience right cultural experience activities yeah ok i think i get it now this is it's not functioning as yeah it's not functioning as the motive right it's functioning as the justification yeah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confused i thought oh we're trying to do this we're trying to make them love culture but it's not like that they already love culture and given that they love culture we should do this ok i get it now yeah ok alright so we use 建宇 建宇 它多次 违反 纪律 我们不得不 把它 开除了 是开除了 对吗 开除 Expel 它 开除 i don't usually use this word 开除 把它开除 我只是开除它 那我开除 公 学 被学校开除 它被开除 它被开除 这里 注意 放这儿 在建宇 后面 可以放 注意 它被开除 时间 减 材料 多 建宇 词 我们 建于此 我们 加班 我们加班 尽快 做完 一个项目 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工作 OK 建于什么什么 公司决定 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一次训练 培训 建于安全的原因 也建于安全的原因 公司决定 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一次培训 培训 建于安全的原因 安全的原因 也 什么 else can we do 建于 建于安全的要求 也 OK 名词转语 这个快 建于 建于 I want you to try this one 建于 动词转语 建于 建于 政府 采取的政策 那我的是名词 建于 政府对 公司的要求 也 还是 名词 名词中语 建于 这里 主语和主语不一样 主语和主语不一样 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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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提高安全水平 公司要提高安全水平 什么什么 手机网络都采用的学名制注册方式 就是鉴于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 手机网络也 something like that 根据提示用功能项目三进行 这些期增加了汉字课 鉴于学生水平的不断的提高 这学期增加了汉字课 maybe I say 鉴于学生的要求 鉴于学生的需要 这个比较好 鉴于学生的需要 because given the student's needs this semester with我们学校 在学期增加了 这个有主语但是忽略就是隐形的主语 对吗 应该是我们学校或者这类的主语 隐形的主语 银行网点 它减下了网点 网点是什么 network points 网点 OK 鉴于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通过手机 办理和银行 办理金融的 决策 银行网点减少了 青少年好奇心肠 maybe this is what they want me to put in the start OK 鉴于新少年好奇心肠 我们 我们的项目 只在提供探索科学宇宙的机会 向他们提供探索科学宇宙的机会 冬季春季流感多发 OK 鉴于 鉴于这个 鉴于 maybe I can go 冬季春季流感多发 有鉴于词 应该多穿衣服 多洗手 要 没出 公共的 表面 OK 结合 这个 课文1 真的吗 You want me to summarize it? 中国人爱吃韭菜 但韭菜在德国不太容易埋到 鉴于词 在中国 我留在德国留学的中国人 想方说法叫替代品 熊葱 很像有毒的秋水仙和灵蓝 我担心新来的刘德华们 会因因不学而中毒 后面我就是假想 有鉴于词 我编了一个文件 一张文件 一张文件 里面提供 照片 而且 这三种植物 有什么特征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样 人们能 更轻易地 辨别 那个是可以进食的熊葱 那个是有毒的秋水仙和灵蓝 这个可以的 德国是一个很注意环保的国家 采取熊葱 而不违反吧 嗯 OK 有 而 近于此问题 近于此问题 嗯 一个比较有走人感的人 而花了不少时间 搜索浏览了 嗯 有权的 有权威的 的网站 发现 嗯 熊葱 嗯 没有受到政府的 保护 对吗 嗯 你可以 你可以随便 你可以随便去 不是随便 你可以 嗯 自己 你可以随便采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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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看图 OK 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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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的火车站 远很多 人很多 OK 近于春运期间的火车站 远很多 我们最好早点到火车站 这个可以 网络太不安全了 你应该选择更难以猜中的密码 好 嗯 再 呃 留的话 看来 呃 什么样的春天 才是完整的春天 啊 呃 呃 那到底是怎么 OK 就是 呃 哦 是 舌尖 舌尖上的 春天 这是和食物有关的 可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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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享受中国滋味的春天 对吗 韭菜与春菜 嗯 春茶 有什么不同 I have no idea 韭菜 is one vegetable 春菜 so we just look at pictures online and then we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much easier 图片 ok 韭菜 你知道韭菜呢? 韭菜 我经常吃韭菜鸡蛋饺子 你经常吃韭菜 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们看看熊葱 它的替代品 就是熊葱 我们叫韭菜和春笋 春笋 一点都不一样 就是竹笋 就是竹笋 对吗? 竹笋 对 就是竹笋 一点都不一样 they're just completely different vegetables 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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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评错呢? 春茶 春茶就是这个 春茶 是 tea 你可以用它弄茶 春笋 也叫竹笋 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比较硬的 那个 蔬菜 可以放在炒饭里面 韭菜 会配合鸡蛋 炒鸡蛋 韭菜 会长成竹子 对吗? 韭菜 比较矮 没有那么高 熊葱 为什么会成为春天的化身? 在德国 在德国 对吗? 在德国 I don't think it is really the embodiment of spring Oh no 我说错了 他说 德国 熊会冬眠 然后春天来了 熊会 我想想 熊会起床 会醒来 吃大量 熊葱 对吗? 所以到处 春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熊 熊葱 熊葱 对吗? 所以人们说是春天的化身 我哪里说 这里的我的回答不太均切 对吗? 仰然成为春天的化身 OK OK So it's not related to Iber nation It's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y're everywhere in spring OK 所以 到处都有 熊葱 在德国到处都有熊葱 所以人们 所以人们 把他们称为 称为 称为 这个是称为 但是 把 把熊葱 称为 春天的化身 Embodiment of spring Because it appears when spring starts OK 那一件事 充分体现了 刘德华们 之间的互相关心 就是分享 分享 关于熊葱的信息 I don't really remember 所以 What was the question? 我再问你 再看一眼 那一件事充分体现了 OK 在哪里 也许他们直接的熊葱 嗯 你认为呢 在哪里 I'm not quite sure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looking 充分体现了 所以 I just read it again And then I'll figure it out Maybe that's the easiest one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再读一遍 呃 不好意思 那张纸不行 哈哈 我用餐 餐厅 餐厅 OK 伴着温暖的春风 伴着细细的春雨 春天乃乐 万物复苏 万子千红 鸟雨花香 春花春雨固然充满失忆 但能在蛇汁上流转的春天才是完整的春天 对于春笋春茶这个药物 不要去想它 能包一顿韭菜馅饺子 烙一个韭菜盒子 或者来盘韭菜炒鸡蛋 也已经让刘德华们十分垂弦 也垂弦 垂弦 和新高采烈了 OK 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韭菜和春笋和春茶 is that they can be made to 你可以用韭菜作为中餐 比如韭菜盒子 韭菜 韭菜馅的饺子 韭菜馅的饺子 韭菜盒子 韭菜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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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笋和春茶 不能这样用 韭菜何处寻觅 对 大部分德国人来说 韭菜这东西 不要说吃 不要说吃它 种它了 韭菜 也没听说过 Yeah come to China you can get some 韭菜鸡蛋炒鸡 韭菜 and it's quite cheap 不过 这 南不倒 勤劳聚会的中国人 南不倒 或者南不倒 maybe I don't know this 南不倒 no 南 南不倒 也 南不倒 南是形容词 南不倒 一般人 你会用 这个 也许这个 这里的南 南不倒 这里的南可能作为动词呢 就是为难 就是为难 南不倒 不过 这南不倒 勤劳聪慧的中国人 凭借基因中 对美食的拒绝 前辈 所以刘德华们 早已发现 每年三四月间 一种被称作熊葱 熊葱的植物 在德国的树林间 山坡上 大片大片的生长枝 虽然它的叶片 比正常的韭菜 寒得多 滋味和口感 却相差无几 这个大自然的 馈赠 之所以被称为熊葱 是因为熊从冬眠中醒来后 特别喜欢吃这种 有着腥味的草 来续积体力 yeah sorry so this one's a little confusing 续积体力 续积 is usually means store up energy so but here the bear wakes up after hibernation and eats these vegetables so they're not 续积体力 more like 补充体力 yeah but maybe they had to use this word 满山 满山 遍野 绿油油的熊葱 人间 人爱 仰然 成为 春天的化身 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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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t's like the embodiment of spring 做出这项重大发现的刘德华前辈 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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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到来一道关于春天的神秘信息 已经在刘德华中间流传开来 野猪菜长出来了 很多年来 每当华人在林中散步或在郊区游玩时 那个当时 看到郊西木想的野猪菜 都会先把口袋装满 回家尝新后 再把这个发现告诉同学朋友 网上至今流传着 大家整理和翻译的 德国野猪菜分布考 分布考 This is like a record book or something 考研究 考古 分布考 I'm not quite sure what that means but it's the name of this book or this resource 就这样 东齐 德雷斯顿 西至 亚生 杯子汉堡 南道 乌尔姆 有熊葱的地方 就有华人们 采摘野猪菜的身材 身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由于熊葱的外形与有毒的 这个 枢水仙和林兰横向 每年都有刘德华 因为务实而中毒 进于此 热心的同学 搅来图片 通过对比 告诉大家 正确边缘野猪菜的敲门 此外 德国是个法律规范的国家 一些比较谨慎的同学 还研究了德国法律 查明熊葱 既不在联邦自然保护局的保护名单上 也没有哪个联邦州 联邦州有法律规定保护熊葱 不过还是建议 大家不要去建有自然保护区牌子的地方 才熊葱 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是受保护的 最后还提示 要本日可持续发展的态度 尊重当地人的习惯 文明才在雄冲保护环境 哪一件事充满体现 刘德华们之间的互相关心 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材料里 写出哪里有野韭菜 德国野韭菜分不靠有什么作用 他就是告诉中国人 或者刘德华 在哪里可以找到野猪菜 哪里可以采摘野猪菜 房子有点不舒服 用下列的词语和功能 说一说 刘德华们发现 采摘利用野韭菜的经历 刘德华们的前辈 前辈的刘德华们 他们发现 有野生的一种植物 称叫熊冲 会替代酒菜 所以呢 也很多刘德华 用就是采摘 采摘熊葱 做饭的时候 用这个替代品 味道不是一模一样 口感形状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很紧 利用 他也利用野猪菜 替代 替代 野猪菜 替代酒菜 经历 他的经历 我说的经历 就是 以后人们 就是随便采摘 但是 我们发现 还有两种植物 两种植物 他们有毒 而且他们看起来很像 野猪菜 所以 因此 有的人 有的人 就是中毒 因为他们 错误的 进食 这种植物 也 为了避免 这个问题 有的 有的中国人 有的 刘德华 他们 他们 准备 信息 就是给大家 帮助他们 辨认出 哪个是野猪菜 哪个是有毒的 其他的聚物 OK 啊 I need to use this 啊 I didn't is this one exercise or three exercise 三 哦 I meant to say this not 啊 I didn't understand OK 算了 曼山 遍野 春天 到了 曼山 遍野 都是 野猪菜 所谓的野猪菜 分布 yeah 分布 is distributed yeah 住德国的 留学生 分布 分布野猪菜的 所在 因为 德国是一个 法律规范的国家 所以 为了避免 为了避免 呃 为 是为 违反 为了避免 非法的行为 no 是 违背 违背 我想用 违背 是违背 违背 法律 对吗 规则 规 yeah maybe this is better 规章 为了避免 违背 规则 一些人 确认了 这种 熊 聪 叫 熊聪 的酒 弄 野 酒 菜 嗯 就 不是守国家的 联邦的 保护 可以采采 嗯 辨别 也因为 德国有 有 有什么 有 看起来 相似的 职务 嗯 呃 所以 很重要 你 均确的 辨别 哪个是 有毒的 哪个是 可以 呃 可能 呃 可能 进食的 野猪 菜 嗯 跳 门 耶 啊 OK 嗯 嗯 有的人 准备 文件 文件里面 说 嗯 辨别 呃 辨别 野猪菜 和其他的 植物的 跳门 嗯 文明 嗯 文明 但是说 你不应该 呃 大肆的 采摘 呃 熊聪 你应该 文明的 采摘 对吗 耶 有的地方 呃 不允许 嗯 呃 呃 采摘 任何 植物 所以应该 文明的 遵守 这些 规则 嗯 固然 但 呃 textbook textbook is a pretty good textbook I can appreciate it more after after my previous textbook which wasn't so good yeah ok 哦 我们看 那个 网页 下等下 你记得吗 我问的 那个问题 在这儿 有人 回复吗 哦 有人 回复 哦 ok 他认为 不行 yeah the reason it sounds there is another verb 接替 哦 ok 他的接是不一样 接替 他的工作 哦 yeah this is to take over yeah 那个 接 是接 yeah to um 接 maybe they explain yeah 接手 this is 接手 yeah to take over duties so yeah 接替 他的工作 ok 所以我不是 无理取闹 对吗 我在课本里 交出这些 不完美的地方 嗯 也 也许 之前的老师 认为我 太挑剔了 就 嗯 我交出这些 问题的时候 就 他认为 嗯 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 这是很重要 就是 嗯 yeah ok 我说 这是很重要 也许 就是跟中人 说话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重要 他没有那么挑剔 也许 不会意识到 你说错了什么 啪啪啪 但是 我在考试的时候 肯定 需要说 准确的 需要 写准确的 那句子 嗯 考试上 也有 语病部分 语病部分 可能有这个 例子 对吗 嗯 所以 yeah 我的语感 告诉我 有问题 我 也许 yeah 也许 嗯 值得探索一下 也许 确认 呃 我的语感 是不是对的 或者 呃 如果我不是对的 呃 也许 我会发出 呃 发现 一个 呃 弱点 我 我 知识中的一个 呃 缺口 嗯 那个空隙 可以说空隙 哈哈 也许 要弥补我的知识 嗯 OK 呃 休息 到休息的时候 否则 我嗓子就 就 呃 傻牙 那么 yeah 以后我们 继续 OK 谢谢大家 来观看我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就想鼓励我 你给我点赞 下次聊 拜拜 拜拜